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回到比赛现场 马上开始的是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体操项目的最后一个单项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北京队的肖若腾 广西队的胡旭威 胡南队现在炙手可热的小将张伯恒 北京队的单杠好手向巴根秋 奥运选手江苏队孙伟 贵州队的老将邓叔弟 队伍排在后两位的福建队的林超潘和广东队的继练身 又是星光熠熠的一场比赛啊 孙伟 肖若腾 林超潘 赛场上在全能方面是仅次于肖若腾的 而且他非常年轻是零零后的小将 未来可期 孙伟唐 今年比了非常多个项目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决赛 在赛前他说今天的单杠用什么难度还不一定 想要拼一把 但是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单杠的赛场 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是广东队的季练身 季练身在资格赛当中排名是第二的 当时没有拿出特别高的难度 拿的是5.9 但是完成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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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反逃360直接 哇 接翻逃 中川360 中川180 并腿直体特卡 分腿特卡180 一个CDC的难度串 一个CDC的难度串 漂亮 落地相当的稳 纪练身呢是蝉联两届全国锦标赛的单杠冠军 这边脚有点打杠 这个在快速的动作当中没有发现在慢动作的镜头当中被抓到了 裁判员的面前 裁判员的面前其实也是有这种慢动作的回放系统的 他们也是根据选手的完成程度 更多的是在难度上去进行一个回看 完成分的裁判员打的还是比较快的 在男子单杠的比赛当中同样是四个组别规定的要求 第一个组别呢是有或没有转体的旋锤摆动类动作 第二类是飞行动作 第三是镜杠类的动作 纪练身的分数14.4 第三类呢是镜杠动作 第四是下法 满足这四个特定的组别 可以获得2分 连超潘这一次也是因为受伤病的影响呢 只上单杠一个项目 憋了好几天的力量 今天释放在赛场上 漂亮开场一个大空翻 卡西纳和克尔曼 再来一个并腿的直体特卡180 中穿180 分腿特卡180 中穿360 分腿反掏360 再来一个分反掏 调整一下 看下法 漂亮啊 高呼一声啊 确实今天这个翻徽非常出色 都是大空翻 也是引得现场震震高呼 我们看管晨晨也是震臂高呼啊 林超潘 确实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单杠选手 在国际的赛场当中 林超潘的单杠 也是多次获得好名次 直体的炫月杠 卡西纳 加油 我们刚看到林朝畔的第一个卡西纳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直体后空翻两周 转体360度越岗 是一个G组的难度价值0.7分的动作 后面还有一个克尔曼 是团伸的两周转体360度 这是一个E组 在国际赛场大的飞行动作 包括飞行接飞行的连接 也是比较主流的大趋势 能够完成大空翻的选手 往往会获得比较高的分数 6.4 14.580分 再来看一下 奥运个人全能的银牌获得者 市锦赛个人全能的冠军 小若藤 漂亮 走了一个柳金 中穿360 并腿的马尔凯洛夫 并腿直体特卡 分腿直体特卡连接座 分腿特卡180 中穿180 大环跳转360 漂亮 已经非常不错了 我们知道 小若藤目前有非常严重的奸商 他顶着这样的奸商 在本次拳运会当中参加了男子团体 男子个人全能 然后单项决赛还进入到了自由操 安马 双杠和单杠 四个项目 确实是能者多劳啊 但是在这样严重奸商的情况下 小若藤没有放弃任何一个项目的角逐 每一项都是坚持上场比赛 非常有毅力的一位选手 而且在场上的比赛气质非常好 小若藤今年是25岁 在2020年冬天奥运会 男团获得了银牌 个人全能获得了银牌 自由操还获得了一枚铜牌 今天也是拼尽了权力 乱了 我感觉增多中标 其实可以看到出来它在杠上的飞行高度 包括身体的姿态 都是非常出色的 落地这一小步 最后还是稳住了 难度分6.0 得分是14.280分 下面上场是广西队的胡旭威 柳金藤月 并腿的直体特卡 分腿特卡180 直体特卡180 分反掏360 中穿前上180 戴环跳转360 分正逃 直两个720下 漂亮 稳稳地盯住 没有给裁判员在下法当中 扣跳动分的任何一次机会 胡旭威是97年生人 今年24岁 要和自己的教练员一起给大家一个谢幕 运动员一般只有在自己完成特别好的时候 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因为有时候自己完成不好 就赶紧想下台了 但是今天这个法会确实非常出色 值得自己给自己一个美好的谢幕 他开场做了一个 柳金藤月 这是一个F组的高难度动作 后面特卡的连接也是比较顺的 但是他美容不足的地方就是 杠上的身体姿态 身体的调整会稍微地多了一点点 中间有一些晃动比较明显的地方 可能完成分会稍微地扣一些 但是这个下法呀 站得还是非常稳的 在上一届全会他的单杠是排在了第四名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 14.660分 非常不错 排到了第一位 目前是福建选手林超潘排在第二 好 湖南队的00后小将张伯恒 目前男子个人全能赛场上 仅次于肖尔腾的选手 卡西纳 这一组 科尔曼 再来一个科瓦克斯 哇 腾空高度非常可观 漂亮 同样是CDC的难度 它的连接非常顺畅 中穿360 倒立位置稍微欠一点 中穿180 分正涛 哎呀 完了 这一下就把前面积攒的那么好的完成质量 扣掉了一些 其实他这一套动作的杠上难度 大的空翻还是非常多的 非常的赏心悦目 在杠上呢 两个倒立位置角度稍微欠一点 先看它的回放 一个直体的炫月杠叫做卡西纳 再来一个 团身的炫月杠叫做科尔曼 这边是它的完成质量非常好的一个CDC 这个动作刚才选手也做了 场上并没有发出这么大的欢呼声啊 但是张伯宏做的时候 场上的欢呼声非常高 看来完成质量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这个的问题 还是向前的冲劲有点大了 下来的时候呢 按照正常来讲的话 它的重心是在中间的 如果偏厚的话容易摔倒 向前的话容易趴地 13.120分 张伯宏还是 在完成分上扣了比较多 目前是只排在了第五位 好 下面上场的是北京队的向巴根秋 北京队单杠的好手 这个资格赛排名第四位 资格赛拿出的难度是6.0 完成8.433 总分是14.433 周立敏大回环 并退直体特卡 分特卡180 中川360 角度稍微迁一点 中川180 倒立角度也是迁一些 分特卡 再来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难度 有一些区别 从向巴根秋的脸上 看不出他对自己是否满意 感觉有一些遗憾 他在杠上飞行是有连接的 可以获得连接加分 在单杠比赛当中呢 CJC可以获得0.1的连接加分 DJD获得0.2 当然说的是飞行的连接 只有飞行的难度动作 才可以获得这样的连接加分 所以有时候大空翻的选手 像刚才的张伯恒 他没有翻腾的连接的话 有时候 他的难度分也不会太理想 因为他都是一个一个单去做的 然后算的难度分 也都是单去相加的 如果是两个连起来做 再加上中间的连接分的话 有时候就可以弥补一些单个难度的 难度分值比较低的这种情况 想把根秋在资格赛是排名第四位 在2020的全国体操锦标赛当中 他的男子单杠获得过铜牌 2020的全国体操冠军赛 他的单杠拿到过冠军 今天就是在杠上的一些倒立位置 角度稍微欠的多了一点点 在杠上如果我们说到 先看一下难度6.0 最后得分13点 840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广西队的胡旭威 第二位的是福建队的林超潘 第三广东既练身 林超潘目前也是有一些伤病的困扰 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后面的运动生涯 所以这一次也是选择了纸上单杠这个项目 好 再来看一下老模型的选手 孙伟 一个在全能当中上满项目的选手 在单杠的单向决赛上 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呢 并腿直体特卡 分腿特卡180 获得连接加分 中川360 中川180 直体特卡180 分腿反掏 360 并腿的马尔凯洛夫 再来一个分腿反掏 倒立专体180 下法 控制住了 直两周720下 为自己鼓掌 一个标志性的非常绅士的谢幕 让我们重回奥运赛场 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 他也是在个人全能的双杠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手腕的伤病情况 但是他在后面的单杠决赛当中 这个个人全能的单杠比赛当中 依然还是没有减难度 完全把自己的计划难度做出来了 并且有一个高质量的发挥 当时令全场非常的感动 孙伟曾经是一个在比赛当中 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选手 但是经过了东京奥运会的磨练之后 尤其是在东京的奥运赛场上 他那种百折不挠 顽强拼搏的运动精神 直接可以把他这个不稳定的帽子 摘掉 目前是一个 劳模型的选手 而且稳定性也是不错的 这次全运会主要还是受伤病的影响 在各个项目当中 没有把自己最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 目前孙伟和纪练身并列第三 孙伟之前在17年的体操世界杯当中 获得过男子全能的季军 好 再来看一下老将邓叔弟 离约奥运会男团的主力成员 并退的肢体特卡 分特卡180 连接成功 中穿180 并退的肢体特卡180 中穿前上360 分腿反涛360 并退的马尔凯洛夫 分腿正涛 下法 穩稳地站住 恭喜邓叔弟 作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团主力队员 一位在体操赛场年龄相对长一点的30岁老将 相信这个坚持今天这样的发挥可以给他的职业生涯 画上精彩的一笔让他自己的内心充满欣慰 因为在本届全运会之后邓叔弟应该是会选择退役 因为在这片赛场上他和年轻的队员再去拼再去抢的话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他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运动生涯 在今天希望是一个完满的句号 邓叔弟的作用名是努力到无能为力 拼搏到感动自己 这么多年他也是一直在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而且体操这个项目呢 就是在不断地拼搏当中去战胜自己的 第三名 目前这个第三名获得了全场的欢呼 大家都非常希望邓叔弟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这样的话我们最最恭喜的今天的单杠赛场上 广西队的胡旭威获得了这一枚非常非常宝贵的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男子单杠的金牌 林超潘获得了本届全国运动会 获得了本届的亚军 贵州选手邓叔弟获得了本次单杠的第三名 恭喜三位选手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届全运会竞技体操的全部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 老将的百折不挠 还有顽强拼搏的精神令我们非常的钦佩 那新人的冉冉升起和朝气蓬勃也使我们充满期待 今天结束之后马上会进入到巴黎的奥运周期 新的旅程又要开始了 新的荣耀也正在向我们招手 祝福中国体操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实现突破 再创辉煌 好了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